我们在一起五年了 从高中到大学一路走过来 我以为我们会一直走下去 但是好像并不是我想的那样 以前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们两个的感情 但是最近因为他的一些行为让我觉得我被骗了 不是我骗了他 就是我觉得他对我的掌控还有限制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了 那不是掌控 那是我爱他的一种方式 马上就该毕业了 我觉得我可能坚持不下去了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小陈22岁来自河北学生 女嘉宾小李23岁来自河北学生 来有请两位有请 一辈老好 一辈老好 好好好欢迎两位 据说高中就在一起了 对高中在一起了高三 高中同学 同伴同学 对对 就是正要考大学那一年你们俩在一起了是这意思吗 对 家里人不反对啊 当时也不知道 当时家里人都不知道 后来考到同一所大学了吗 没有 没有考到同一所大学 那这个谈恋爱是在一个城市还是什么呀 不在一个城市在一个省 那就是有点异地的意思是吧 对对对 大概学校和学校离多远啊 就三个小时路程吧大概 也不近 现在谈了几年 现在五年了 账上大四嘛 对 就第五个年头 对对对 也不容易啊 今天来干嘛呀 今天其实主要我挺想来的 我就觉得我对他付出特别多 但是他真的他一点都没有就是回报给我 而且他现在还对我有所隐瞒 我觉得吧就是他特别爱管着我 从高三那时候还挺好的 就上了大学之后他就特别喜欢管着我 然后什么事都是不给我空间 然后给我特别大的压力 要不然你们说点事让我们听听 就是比如上大学之后是一地 他也刚才也说三个小时的路程 他开始一直是找我 这我也挺感动的 就是我家庭条件不太好 来回一趟也是几百上千块钱 然后我当时也有点负担不起 他就一直来找我 虽然我很感动吧 就是他来之后 就有一些事情让我挺不高兴的 比如说我和我朋友跟他一起去吃饭 就我摄友 他就觉得我这个摄友好邋遢 然后那个摄友还占我便宜 有时候我们去社团吃饭 他就觉得哪个女生对我就是眼神就不对了 然后因为这些就跟我生气 当时拉下来的脸 整得我在朋友面前特别尴尬 不是主持人 您知道那个女生真的特别过分 她就是当着我的面 就跟我男朋友就这样辣辣彻彻的 有的时候走路的时候 手都能这样碰上 我作为她的女朋友 我肯定受不了这一点 对对对 这谁受不了 对啊 还有她的摄友也是 她的摄友 就是平时有的时候爱占她的小便宜 我知道她特别节俭 她有的时候她的学费 她的生活费 都是她勤工俭学挣来的 所以我特别体谅她 但是我能忍受她摄友 竟然还去占她的便宜 就吃饭的时候都要让她来付 这种钱都不会还给她 那我肯定受不了 我就觉得你不给你女朋友花钱 你还给别人花钱 就她说这些吧 像什么女生碰我什么的 就是像主持人 你也知道大马路上 比如两个人 她过来跟我说句话 那我俩碰着了 你说这是事吗 而且我都不知道这个事 不是大马路上说句话 不太容易碰上啊 对嘛 就是比如病人 她走路说这话 就可能我不知道 到底有没有碰上 她认为我碰上了 就我根本没在意这个事 我跟那女生也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跟我那些同学 那男生之间 比如今天的没带钱 我可以付一份饭钱 十块二十块 这些钱 就我也不很在意 以后她也会倾我吃饭 她就认为 这个学生还占我小便宜 她就把什么事都放大了 弄得我跟我同学之间 特别尴尬 喜欢当着她同学面说是吗 我就是跟她提过 我就是想让她去 离这些朋友们远一点嘛 我这种话 我是私下跟她说的 我这个出发点 我是为了她好呀 是是是 她说是私下说 但是当时就会给我们脸子看 然后整得大家都很尴尬 明白了 就是看你 其实你挺感动的 结果来了一出 怎么很别扭 就什么都管着我 后来就开始 我没办法 我去找她嘛 因为我朋友这会闹挺僵的 我去找她 然后去找她的时候 我一个月就是 那么一千多块钱 就自己打工赚的 去找她一趟也花几百 但是我也 就算是回学校省时间 我也挺高兴的 毕竟见着她了 然后到她那 她还管着我 她就觉得 我今天穿的衣服脏 这个衣服旧 还得让我去换新的衣服 然后去见着她朋友了 我一个男生 和他和一些女生吃饭 那结账的时候 我去结账很正常嘛 她就是 当着所有朋友的面 说你也没钱 然后摁住我的手 让她去结账 就整得我特别尴尬 他们都认为 九十九十觉得我吃软饭呢 什么又吃软饭了呀 我给她花钱 然后我还不落好了 她确实就是平时 就没有什么钱 我就想着 我就给她付一下嘛 这种事很正常啊 你怎么就能觉得 是吃晚饭的 然后还有 就是 她就特别要面子 就在这种事情上 那你就不想想 我要不要面子 你穿的平时拉里拉遢的 衣服上有时候 都有油点之类的 你也不想想 那这种时候 你就不要面子了 我就想着 咱们俩出去 都能干干净净的 我给你买一身衣服 我还有错了 我就觉得 她什么都管着我 你看穿衣服也管着我 交朋友也管着我 然后结账什么的 都得管着我 就什么都必须听她的 就让我怎么难受 你这还难受啊 很多人会觉得很幸福啊 确实 我一直感动的 对 我就是一直对她付出着嘛 但是我就觉得 她现在就不只是这样 她还对我有隐瞒 我有什么隐瞒 说隐瞒吧 就是比如说 你看我上次拿她手机 我就想查点东西 我就跟她要的密码 等我下次 再想玩她手机的时候 她不仅把密码给改了 里面所有信息 微信 聊天记者 全都给删了 那你删了 就是不想让我看呗 你有什么东西 就隐瞒 隐瞒给我呀 你就心里有鬼吧 我心里有什么鬼呀 就我改密码 就是因为她就 总看我手机 不是像她说的那样 偶尔看一次 她总看我手机 然后我这个人 我就觉得 每个人应该有自己的隐私 那我父母看我手机 我也有点不高兴 然后我就把密码改了 不过她帮我要 我也给她了 然后不像她说的 就是很简单似的 她看我的微信 看我的微博 然后看着哪个女生 甚至有的时候 在头像像女生 她都不知道男生女生 就给我点个赞什么的 她就问我 这人谁呀 我要不告诉她 就跟人私信 你就问去了 然后微信 聊天记录也要一个一个翻 我这样不也是 因为在乎她们 而且她平时这方面 做的就是不好 就像跟那个女生 拉拉扯扯的 那我肯定就有些怀疑 还有隐私 我就觉得 我们俩在一起五年了 刚开始跟我在一起 怎么不说隐私呀 现在开始说隐私了 你要是不喜欢我是吧 你在外面 你要是喜欢别的女生 你跟我说 你不要做这种 偷偷摸摸的事情 不是 他没做的吧 你做什么都没做 就是他认为 是我偷偷摸摸的 但是你觉得他做了 对 然后主持人就是 后来嘛 我也就不在乎了 那他一直要看我手机 那我就给他看嘛 那看就看了 最近就发生一件事 让我特别的不高兴 啥事 我现在大四了 然后我学习还可以 然后我的老师嘛 就有他朋友 也是做我们这专业的 开公司的 然后他认识 就想介绍我去那块 去面试一下 然后我就是 跟他们都当时商量好了 就差那个面试时间和地点 人家说发消息给我 然后我就等着嘛 就前一阵他不来找我们 然后他玩我手机 我也没在意 他看了这短信 直接把这东西给我删了 然后整到现在 我导师就打电话质问我 我一切都不知道 我当时懵了呀 问我 我为什么放人鸽子 那我哪知道啊 那你怎么不说这短信 为什么呀 就是他在不告诉我的情况下 他跟人家老师商量好了 要去别的地方工作 他就没跟我说一声 我当时看到这个短信之后 我真的气得都不行不行的了 因为就是我们俩 已经商量好了 大学毕业之后 要一起去一个城市打工 以后就不异地了 那他这样 就已经给自己 未来找好路了呗 就不想管我呗 我不是不想管他 我就觉得不管怎么样 他应该跟我商量吗 不应该把我消息删了 他就直接把消息给我商量 那你不跟我商量 你跟你的老师说 你跟我商量了吗 你就倒打一耙呀 我当时就觉得 把八字没一撇了 就没告诉他 然后他就这事 就把这个短信删了 整个我现在跟老师 关系特别尴尬 那你想跟他在一个城市吗 我想跟他在一个城市 那你那会想老师 推荐这公司的时候 你干嘛不跟他说 我觉得这种事 如果是我的话 我也特别高兴地说 哎呀我们要去那个哪 我现在有找我 我导师帮我推荐了一个 怎么着我先去 怎么着 你没说是吗 当时吧 我俩之前商量是在北方 就北京天津这块 我俩都是河北人嘛 就在这块 然后他也不喜欢 就往远了跑离家远了 那我 就当时我就想我先看看 因为八字没一撇 没定的时候 所以老师推荐的那个 是南方的城市 对南方 那你已经想往南方跑了 难怪人家姑娘生气呢 那我觉得他也不应该 把短信直接删了吧 那你想去南方吗 其实也挺想去的 可是你也知道 他要在北方 我觉得这都是可以商量的 我就觉得我一直在付出 但是他就真的是没有这样 他就是什么事 你看这种事 他不跟我说 他都是自己为自己考虑 他不为我考虑 但是你像我 我平时真的是 一心一意地为他付出 平时你看我在学校 虽然说可能 他就是经济条件 稍微困难一点 然后但是我也没有 其实就是富裕到 就是很夸张的程度 我也是有自己的花销的 但是我愿意给他花钱 就有一百 我就愿意给他花九十的这种 但是他就做不到这一点 就比如我前一阵 拿钱我去有急用 我周转不开了 我实在是周转不开了 我就说这钱你先借我 跟他借了一千块钱 但是我这钱 肯定是要还给他的 我不会不还 结果他就真的是 过了一个星期之后 每天都催我要 就像一个陌生人一样 我就觉得 我跟他在一起 这么长时间了 我连一个陌生人都不如 陌生人他都不至于 这样催着要钱 你也知道他急用是什么 他要是真急用 他当时给我打电话 说我有急事 然后给我挟钱 然后我当时 马上就给他了 我都没问他 后来知道急用 居然是买一套护肤品 就一千多 买一套护肤品 整的我就 当时我都没钱吃饭了 然后他还觉得 特别理所应当的 本来他正常 跟我借钱 我也不会说什么 就因为这种事 然后我就管他要了 然后他就 也因为这个 就觉得我对他不付出了 我平时借给他钱 我给他花的钱 我从来都没要过 我知道他困难 我有多少钱 我恨不得全都给他 但这种事他跟我要 我也不是在乎 这一千块钱你说 我就是要你的一个态度 你这是什么态度呀 你天天找我 跟你还钱 我又不是不还给你 我这种钱我要有 我肯定给你呀 对吧 听懂了 男生你理解 他心里那个结吗 我知道 我也理解你心里那个结 男生的结 如果你是真急用 我不在乎 可是在我看来 你买个化妆品 你怎么叫急用呢 是这意思吧 对 所以你觉得 他这钱是瞎花了 女生的结 我也当然理解 明白 我对你那么好 对吧 你看我对你 那么珍惜不出 我就 你们俩对这一千块钱的去向 或者这一千块钱 在你们俩心里面的 这种重量是不一样的 我们不讨论这个 那今天来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呢 是准备分手啊 还是说要调整啊 还是对未来已经很迷茫了 你们想干嘛呀 其实我是不是很想分的 因为我们俩毕竟在一块都五年了 我觉得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 五年其实挺不容易 我再想谈一个五年恋爱 我可能就老了 所以我就 我看看资料 今年才23岁 你还好多五年的恋爱可以谈的 但是我就觉得挺不容易的嘛 所以我其实就是想让大家就跟他说说 就是想劝劝他 劝他啥 就是我其实不是很想分手 那是说现在有人想分手了是吗 对 就男生想分手是这意思吧 对 就是别人都感觉 他对我特别好 明明上也是他对我特别好 就是他什么都管着我 让我特别有压力 就我的人生 我的未来和什么都是要他去定 所以女生今天是来挽留男生的 是吧 分手就分呗 你就直接跟他说了 你干嘛把他拉我们这儿 就是我其实挺纠结 因为我确实我也挺喜欢他 我也知道他对我好 我就是认为他 可不可以以后给我一点空间 就各方各面 别什么都管 所以你是真分手啊 还是希望通过老师帮他改变啊 也就是想老师就是给他一点建议 也给我一点建议 我到底应该怎么摆正这心态 你觉得心态哪儿出问题了呢 就是我现在就是 有点急躁就因为这个事 就包括之前上午短期 那你们到底准备去哪儿呢 这毕业 我还是准备留在北方 我觉得还是要离家近一点 他又就要去南方了 那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劝劝他吧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我也没有办法了 就他如果一定去南方就要分手 是这意思吗 去南方啊 就是我说去南方吧 我不是因为就是很想去南方 我想是有自己就是好的未来 我就是因为老师给我找了一个好的发展 明白了 所以其实我们还真得感谢这对年轻人 至少他们都是坦诚的 女生是我想挽留 但我不勉强 是这意思吧 对 男生是我想分手 但我又分不开 对 所以才来 他们就处在这种人生的最拧巴的一个阶段 五年又是异地恋 双方其实对情感都有付出 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也有一些不太愉快的过往 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其实首先特别想感谢你们两个 因为一提到异地恋 分手的概率高达90% 而在你们整个的表述过程当中 我并没有听到因为异地恋 使你们的感情有阻碍 所以其实也很好地向我们证明了 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让异地恋 维持五年 十年 甚至更长 所以我认为你们当中 是有爱情的 可是这段爱情 里面最基本的要素 你们没有达到 比如说 爱情当中最基础的就是 两个人在彼此相处的过程当中 要有一个舒服的状态 我先不说幸福 我先问男生你舒服吗 我挺不舒服的 对 这就是问题的核心 他特别的不舒服 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觉得 我为你付出的多 我就可以对你要求的多 你打心底里觉得 在你们整个的爱情过程当中 你是付出更多的那一个 我对你做出的所有要求 都是为你好 但你不能假接为你好之名 去让他达到一个不舒服之时 不管你怎么为他好 他根本就不享受这样的状态 男孩一直在回避你 他从跟你在一起的第一天 就开始规避你的某些内容 比如说 他规避掉你和他的生活圈子的亲密关系 他宁可花更多的钱去到你的生活圈子里 都不愿意你进入到他的同学朋友当中去 因为你的到来会让他不舒服 他改掉了自己的手机密码 对你同样是一种回避 他回避掉的是你对于他的监督和检查 而这一次他的老师给他介绍南方的工作 他没有告诉你 其实是他最后一次想要逃跑 这段关系的核心问题和矛盾点 就在于你们两个人的这个经济基础的不对等 很多人其实经济基础都不对等 但是人家没有问题 是因为你们自己心里面给自己扎了一根刺进去 你一直在说 你说我没有说他吃软饭啊 可是你也说你又没有钱 一千块钱你都不给我小气 是不是都是你说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又阻止他到南方去发展 去找工作 又要拴在自己的身边 那他去哪里挣这一千块钱 可能对于你来说 这一千块钱 就是一个月擦在脸上的水而已 但是对于他来说 这一千块钱是口粮 所以你们根本 思维就不在一条线上 而且五年 时间并不长 你完全可以再花五年去谈其他的恋爱 因为他不是你的菜 不如结束这一餐 开启下一个五年 好吗 祝你们各自幸福 谢谢 整一个聊下来就是 两个核心的关键点 一个说我付出那么多 一个说他欠你的嘛 是吧 我能理解你的心态 你的心态就是 一直觉得是你付出那么多 就是他欠你的 但是我想提醒你一句 他不是跟你谈完恋爱之后 变得没钱的 他一开始就没钱 你选了他 这是你选的 一个 就需要你样样去把控的人 这是你选的 一个需要勤工俭学的人 是你选的 就一个给不了你买化妆品的人 是你选的 我相信你不是 那种贪财 或者要一个条件好的 你也不会选他 对吧 但是你心中有这种怨气 但是你必须要明白 这是你选的 所以这不是你的付出 是你的选择 你选择了这样的一个人 选择了他和你谈一段 曾经很美好的爱情 这不叫付出 你所谓的付出 只是心里的落差 你可能看到别人是怎么样的 别人得到了什么 所以你才觉得那些东西是付出 然后一旦你把那些东西当成付出 就是应该女朋友应该享受到的东西 我都没有享受到 所以这是我对你的付出 当你这么想的时候 你会觉得 我这样已经付出那么多 我就不应该跟你分手 否则我不就白付出了吗 因为我们经常听到很多这种话 我跟你谈了那么多年恋爱 我的青春浪费了 谈恋爱的过程中 青春是浪费吗 不是啊 你的青春怎么会是浪费呢 曾经的回忆就不是回忆了 曾经的事情就不是事情了吗 你一直觉得他是欠你的 以至于你们两个人 在感情中的心态适合 他的心态也适合 你的心态也适合 就是你们的爱情里面 没有了尊重 不是没有空间 是没有尊重 他没有拒绝导师给他的一个机会 他可能是说 南方机会很好 也有可能是因为人际相处的时候 我不好 立刻拒绝导师 那我去 哪怕我去面个室 我再商量 你看这是很正常的人际 交往和相处 但你直接就 给他删掉了 这是没有尊重感 就好像你说的 我摁住你的手 我帮你付钱还不好了吗 一个尊重人的人 可能会让男朋友先付钱 之后再跟他说 你有没有钱 我给你一点 这是尊重人的做法 但是你没有考虑 没有顾及这个尊重的顶 因为你一直觉得 他是欠你的 所以你把这一趴给忽略掉 爱的前提是平等 如果没有平等 就会带来我刚才所说那种 你欠我 我欠你 我们之间是没有尊重的 所以我建议你们两个人 先想想 你们未来能不能进入一种 平等的关系 能不能平等地看待 对方所具有的那种选择权 然后再考虑 今天你们要不要从门里面走出来 谢谢 我觉得你们爱得很纯粹 就是单纯 但是爱得不得法 很明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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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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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说我对你这么好 你却不领情 男生似乎在说 强人所难的爱 再极致我也不要 女生的爱少了些尊重 男生的心里少了一点感恩 你们彼此 把对方活生生的 演变成了债权人和债务人 之间的关系 那些时时刻刻要把自己 所有的付出当成筹码一样 标在墙上的人 其实最终就会落下这样的结局 就付出了那么多 对方反而不领情 你把你所有的付出 都当成了筹码来压迫 你要知道一个女生 如果想要帮助一个男生 在经济状况上 是会把钱偷偷地放在兜里 而不会拿在手上说 拿去 对吧 你就属于这种 拿去用吧 反正你也没有钱 我有 但其实这种所谓的付出 是在羞辱对方 你要真的想帮他 你就悄悄地塞进他兜里 他内心才是真正的感动 否则的话 他会认为你是在炫耀 所以说孩子你很傻 明明白白地付出了 也确确实实地是在乎了 但是你所有的付出的一切 给别人的是反感 而不是让对方感恩 男生我刚才说 其实你的心里少了一点感恩 我当然知道你不舒服 你很难受 但是在今天你整个描述事情的语气当中 我看不出你对于这个女生 对你那种心疼的理解 你们俩相识这么多年 他也是扎扎实实地把你当成了 自己心里最在乎的男人 虽然他的方式是不对的 但他处处是在维护你 有的时候可能接受的多了 就认为反正都欠了 欠多点欠少点没关系 大不了我去到南方一走了之 我以后不要再见到这个女人 我也就看不到那些我曾经欠过的战 但是你要知道 钱债一环 钱债难偿 如果你是抱着这种心态去了南方的话 我相信将来 不管你找哪个女人做你的妻子 你始终会心心念念的 在自己人生低谷的时候想到 在我大学时期相对于饥寒交迫的时候 有一个那样不太聪明的女生 非常霸道地在维护我 所以如果我认为 你们之间能够有一个相对好的改变 女生能够爱得不那么强势 也许对于男生来说 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会有所改善 我不觉得他很想去南方 但他真的不舒服 因为让所有的爱都让我活得不舒服 让我没有自尊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我也挺珍惜这段感情的 嗯 就这样 你年的时间确实不容易 我也很珍惜这段感情 就像老师说的 我确实觉得你可能之前就不太尊重我 然后不给我一点空间 让我特别难受 但是我确实真的也舍不得你 然后具体要怎么样 我也现在有点乱 我想好好想一想 就是我真的也不愿意就随便说放弃 我也知道你对我的付出 等一下我再好好考虑一下 没了啊 我也是 行 那就亮灯吧 要求是少说多考虑 是这意思吧 谢谢两位跟我们分享了 你们五年 其中有四年的异地恋的生活 谢谢两位秦辉 要说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来 请关门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水域 这对年轻人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我知道最近有很多问题 然后我也觉得你以后 咱们应该互相尊重 然后慢慢的一定会好 三五年也不容易 好